1951年2月20号 贵州省仁淮县人民法庭发出第37号刑事判决书 将王炳前以阴谋支持斐特武装判变罪判以即刑 年仅38岁 王炳前是谁 他是茅台镇融合烧房的老板 他出品的融合酒也就是茅台酒的前身之一 贵州人把酿酒的过程叫做烧酒 一般的酿酒坊就叫做烧房 在参加1915年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之前 茅台镇生产的酒因为复杂的工艺带来的品质保证 在西南地区已经很有名气 在去巴拿马参展之前 它已经是贵州最有名气的酒了 但是大部分人都不知道的是 茅台的制酒工艺其实是来自于山西的粉酒和陕西的西凤酒 也就是说茅台所谓的酱香型工艺完全是忽悠 它其实就是粉酒和西凤酒的贵州混合改良版 完全是同源的 早在1939年民国时期的国民经济研究所曾经发行过一本书 《贵州经济》 作者叫做张肖梅 他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经济学家 也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 他在这本书里面详细介绍了茅台酒的起源 是这么说的 茅台酒之严格及制造 在满清咸丰以前 由山西盐商某来茅台地方仿造焚酒制法 用小麦为区药 以高粮为原料 量造为一种烧酒 后经陕西盐商宋某某某先后改良制法 以茅台为名 特约茅台酒 1947年民国贵州省建设厅厅长何吉武 他也出版了一本书 十年来贵州经济建设 他书中是这么说的 钱中盐业者都为勤进商人 当时盐商由山西雇来酿酒技工 仿焚酒酿造方法 设厂酿酒 用以制奉 并不外授 自咸丰年间 因勤进商人歇业还乡 即将所设盐号及茅台酒厂 授予本省人士经营 这些说法在1949年后 也得到了中共的盐席 比如1955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祖国的贵州 也明确地记载了茅台酒 是山西商人经商于茅台镇 依焚酒制法而行 1973年 茅台酒厂的代表 在全国白酒技术协作会上 也公开承认 茅台酒 仿焚酒与西凤酒的操作方法 操作生产 终上所述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 茅台酒的起源其实就是我们熟悉的 寂数山寨 茅台虽然现在比粉酒和西凤酒都有名 但是后两者 确凿无一的是茅台的祖宗 当然我们客观地说 山寨的东西 它未必就不是好东西 茅台技术上虽然山寨了粉酒和西凤酒 但是它也针对贵州的水土 进行了很多的改良 这才是它后来清出于蓝 而胜于蓝的关键 茅台在量造技术上的创新 主要就是回杀 所谓的回杀 其实就是在量造的过程中 反复的蒸溜发酵 茅台这种量酒工艺 跟地域的气候有关 同样的工艺如果用在别的地方量酒 就达不到原来的品质 中共在1949年后想推广茅台的工艺 就曾经在别的地方建厂 但是都没有成功 也正是因为如此 苦于交通不便而且产量有限 茅台的酒在民国时期虽然是名酒 但是尚未打响招牌 当时茅台镇产酒的主要是两家 始建于1862年的陈毅烧房 和始建于1879年的融合烧房 都是家族传承的企业 两家的酒 它对外并不叫茅台酒 而是叫某某烧房的回杀茅酒 回杀这个名称我前面说了 它就是生产工艺的标注 而两家的酒 只是在商标和包装上有区别 民间称之为陈毅酒融合酒 1915年贵州省政府把陈毅和融合两家的酒 混在一起 叫做贵州公署酒 连同国内其他省的地方特产 就被北洋政府送到了万国博览会去参展 没想到就拿了一个让国人念念不忘的金奖 但这个荣誉根本就不是茅台的 这完全是茅台后来捏造的一个谎言 因为当时送展的酒有很多 有实际证据可以查证的 拿了最高奖项的并不是茅台 当时北洋政府负责送展的中国代表团团长 陈奇先生 他在回来之后 于1917年的2月出版了一本书 中国参加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祭食 这本书中详细地记载了中国参展商品的获奖情况 他是当事人又是官方的负责人 所以他的记载可以说是最权威的 没有之一 根据陈奇先生的记载 当年的巴拿马博览会的奖章分为六个等级 最高等级是甲等大奖章 中国的参展白酒获得这个甲等大奖章的有三个 分别是山西的高粱粉酒 直立高粱酒和荷兰的高粱酒 并没有茅台 当时以贵州公属酒的名称参展的茅台 仅仅是获得了四等奖 名称叫做物等银制奖章 所以后来茅台吹牛说自己拿了万国博览会的金奖 完全是不折不扣的谎言 茅台只不过是拿了一个四等奖而已 虽然只是一个四等奖 但是在作为穷乡僻党的贵州 那也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了 所以参展回来后 陈毅和荣和两家为了争夺荣誉就打起了官司 最后经过贵州省政府的裁决 判决他们共享荣誉 当时的资讯和媒体都不发达 大家都不知道茅台到底拿了什么奖 所以以恶传恶 都以为茅台拿了所谓的金奖 1929年 茅台正又多了一家财大七出的恒昌烧房 后来更名为恒星烧房 从此就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 这三家酿酒坊中 历史最悠久的是陈毅 口碑最好的是荣和 产量最高的是恒星 对应这三家老板的姓氏 一般人就把他们三家的酒 区分为华毛 王毛 赖毛 茅台酒的传统工艺 因为一年只能一量 而且还要经过五年的叫唱 又受到原料供应不足的影响 产量是很有限的 所以它的售价也比普通的酒要高很多 但是呢 民国时期一般人咬咬牙还是喝得起的 当时的陈毅酒 每瓶的售价是半个银元 荣和酒最贵 它每瓶也不过是两个银元 茅台真正成为一般人喝不到也喝不起的国酒 是在1949年被周恩来亲自拍板定为国宴用酒之后 从1950年开始 仁淮县政府通过没收 接管以及赎买的方式 把陈毅融合和恒星三家私营酒坊 国有化 成立了国营贵州茅台酒厂 由于长期作为国宴用酒 茅台酒被赋予了很强的这种政治色彩 茅台酒厂里面有一个周恩来的树像 名字就叫做国酒之父 茅台人有今天可以毫不夸张的说 完全是周恩来根据个人喜好捧出来的 1935年3月 中共因为在江西根据地反围剿失败 就打折北上抗日的口号 一路向西败退 进入了贵州人怀的茅台镇 在这里周恩来第一次接触到了茅台 周恩来他是个好酒之人 而且他在中共党内是出了名的海量 谦卑不醉 迄今为止的中共党史中 关于周恩来爱喝酒的记载非常多 他早就听说过茅台 而且茅台的这种风格又正好很对他的口味 所以他在离开茅台镇的时候 还专门让自己的警卫员带了几箱走 当时红军这些泥腿子 他们不知道茅台是贵州的名酒 所以把抢来的这些酒 用来擦脚输军活血 还被周恩来痛骂 正是因为这一点 茅台躲过了红军的劫难 周恩来甚至专门在红军内部发了一个通知 不准红军劫掠茅台镇的酒访 1972年的2月 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 周恩来就专门用茅台来招待他 他还跟尼克松说过 在长征的途中 他一次性的喝了25杯的烈性茅台酒 可见他是真的很喜欢喝茅台 民国时期的茅台和现在不太一样 现在的茅台一般都是53度 而民国时期的茅台 最高的度数达到了72度 是真正的烈酒 周恩来对于茅台的偏好 也改变了茅台的命运 而且周恩来在1949年后 作为国家的总理 把自己的这个爱好用行政命令的方式 彻底把茅台捧上了神坛 1952年的9月 周恩来亲自主持了全国首届酒类评选会 茅台排在焚酒和炉州老教以及西风酒之类的前面 被评为第一名 总理的最爱 又是总理主持评选 谁敢不说好呢 其后历次举办的全国性的评酒会中 不出意外 茅台都是被评为第一 后来也就被指定为国务院宴请外宾的专用酒 从此就成了中共的国酒 不仅成了国酒 更是成为一种红色特权的象征 茅台酒因为它的产量很低 在1949年也才60吨 所以被周恩来指定为特工酒 至少要省部级的部门你才有资格获得 中国酒类商业协会的副会长朱航胜 他曾经撰文回忆 在改革开放之前 当时一年每个省可以分配到的茅台 大概是几百箱 每箱12瓶 最后分配到各个县 能有一箱就不错了 周恩来因为捧茅台成了国酒之父 茅台算是被迫换了父亲 那么真正的父亲去了哪呢 三家原产茅台的酒房都是私人企业 陈毅融合更是凝聚了两个家族数代人的血汗 面临无法拒绝的公司合营 他们的结局如何呢 1951年陈毅的老板 华问渠顶着商界领袖的光环 被贵州省统战不统战 许以贵州省商业厅副厅长的位置 被迫把他的陈毅烧房以1.3万元的价格 自愿卖给政府 89年历史的陈毅烧房 寿终正寝 画家后人在2012年的时候 曾经对媒体表示 画家当年除去税费 倒数的钱只有1.2万 还不够遣散工人 华问群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也被打倒 1979年玉玉而终 大家要知道 在中共见证出去 人民币和现在不一样 非常不值钱 第一板的人民币在1950年的时候 1美元可以兑换4.2万人民币 也就是说 中共用不到1美元的价格 就强行买断了陈毅烧房 但另外两个老板 就连郁郁而终都赶不上了 我开篇提到的融合老板 王炳钱 他不甘心自己祖传的家业就此作罢 就死活不同意公私合营 结果1951年被扣上阴谋支持 匪特武装叛变的罪名 被枪决 仁淮县政府把他的融合烧房没收了 仅仅估价500块 并入了茅台酒厂 73年的融合正式告终 另外一位不同意公私合营的恒星老板 赖永初 1952年7月被冠以 盗窃国家黄金的罪名 判处有期徒刑10年 被关了两年之后才被释放出来 但是他的恒星也被政府接管 再也没有回到自己的名下 1952年12月底 仁淮县 以2.5万元的价格 将他的恒星烧房没收 正式并入茅台酒厂 23年历史的恒星 也从此落幕 走到这一步 国营茅台酒厂 仅仅以3.75万元的代价 就将三个老字号 通通消灭 一统江湖 再无对手 为了防止这三个老字号的后人 东山再起 茅台酒厂还在80年代的时候 无耻地抢住了 华毛 王毛 赖毛 三个商标 真正的茅台传人 再也不能染指祖传的名号 酿酒要消耗大量的粮食 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 遇到荒年的时候 统治者往往都会下令 禁止酿酒 以节约粮食 直到民国 这个传统都还在保持 1937年的时候 贵州当局就颁布了 违背酿酒处罚规则 它其中就明文规定 在天灾粮食困难的时候 禁止酿酒 如果都违背这个法令的人 最高要处以八倍的罚金 茅台的原料主要是高粮和小麦 由于工艺上的原因 对粮食的需求量很大 酿一吨酒要消耗五吨的粮食 曾经担任任华县政协副主席的 周孟生回忆 他在建国前 当地遇到旱澳灾害 粮食减产 政府都会下令全线禁止酿酒 就是已经酿好的酒 也不准出售 这个禁令有时候长达一年 但是在中共当政之后 在大跃进之后的1959年到1961年 也就是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 国内面临史上最惨不忍睹的大饥荒 这个时候的茅台是怎样量造的呢 根据可查的记录 1959、1960、1963年 茅台酒合计产量为2079吨 其中还出口了139.86吨 这个数据是什么概念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我前面提到过 茅台因为工艺原因 它的产量很有限 1949年前 在没有遇见灾荒 政府也不禁止生产的情况下 生产能力最牛的恒星 年产量最高也只有32.5吨 三家酒坊相互竞争 不断的扩大产量 但加起来的产量也不超过60吨 这么算下来 正常的年份 三年中茅台最多能生产180吨 但在全国饿死数千万人的那三年 茅台却生产了2079吨 产量不仅没有缩减 反而实现了真正的大跃进 是正常年份的11.5倍 根据茅台酒厂历年使用的 这个粮食统计资料 这2079吨茅台 实际使用了粮食 1.13万吨 这又是个什么概念呢 茅台酒的原产地 贵州仁淮县 1959年和1960年 它的农民人均口粮 规定的数额是350斤和334斤 也就是说 世界上刨掉种子和饲料的话 人均的口粮只有300斤左右 量造茅台的1.13万吨粮食 相当于7.5万人一整年的口粮 在饿瓢遍地的情况下 1万多吨粮食 是从哪里来的呢 1960年的2月20号 贵州省政府向贵州各县 发出了一封 增粮的加急密电 但密电的题目是 关于掉高粮支持毛酒生产的问题 密电是这么说的 为支持毛酒生产 确保出口任务完成 根据圆月底各地高粮库存 确定掉安顺5万斤 币节25万斤 同仁16万斤 前东南5万斤 贵阳市5万斤 给仁淮毛酒厂 由于急需 吸接电话后 立即安排组织发运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 贵州从全省各县 先后调集了粮食 117万斤资源 就这样还不够 又从四川省的江津县 调来了70万斤 这才保证当年生产出 912吨茅台 这个当年的产量纪录 直到1978年才被超过 当时的贵州省实际上是个什么情况呢 我仅仅举 紧急调粮资源量 造成茅台的这个线为例啊 调粮十万斤的铜子县 1960年 一年的非正常死亡数为 41,734人 人口减少了12.1% 同样调粮十万斤的洗水县 三年死亡了 42,624人 死绝了499户 调粮29万斤的 我的故乡 毕节县 三年中死亡了 53,990人 我家隔壁的金沙县 死亡了5.5万人 死的最惨烈的是煤炭县 到1960年4月的时候 就已经死亡了12.2万人 占全县农村总人口的20% 全家死绝的有 2938户 离家桃荒有4737人 孤儿4735人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啊 那几年每一滴 酿造出来的茅台 都是一条贵州人的命 换回来的 那么是谁在大饥荒期间 还要坚持酿造茅台酒呢 1959年 时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的周宁 他在庐山会议期间 就专门指示茅台酒厂 要保证茅台酒的生产 既要抓钢铁生产 又要抓茅台酒的生产 对于你们来说 钢铁是元帅 茅台酒是皇上 周宁本身就是人怀献人 他对家乡大面积饿死人的情况 不可能不知道 他为什么要下这个命令呢 1989年的秋天 茅台酒厂厂制的工作人员 进京找当时已经退休的周宁 写序言 周宁就向来人问道 1958年 中央召开成都会议 有天晚饭后 我同毛主席散步 主席叫我回去 去把茅台酒搞成年产万吨 要保证质量的事 你们写进去没有 可以看出 就是毛泽东这偶然的一句话 成就了茅台在大饥荒中 产量的大跃进 那些年亮出来的酒 完全可以称之为血酒 这些血酒什么人在喝呢 2001年的2月14号 新明晚报有篇文章 叫做酒先谢敬 里面有这么一段话 60年代的自然灾害中 文艺界在北京开会 周总理请大家去西山休息几天 最后请大家聚餐 那天总理来到西山宾馆 对下眼说 今天我要喝点酒 于是谢敬 于扬等几个会喝酒的人 被推派于总理同桌 总理请大家喝的是 茅台 代表们很兴奋 你一杯我一杯 向总理敬酒 总理谈笑风声 时至今日 茅台这个血色的品牌 虽然谈不上什么核心科技 但是不妨碍它成为 中国单一品牌之冠 茅台是中国A股的龙头股 目前市值高达2.3万亿 要知道贵州全省2022年的GDP 才2万亿出头 一个茅台的市值就超过了贵州全省的GDP 今天的茅台不仅是奢侈品 同时也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 中共很多倒台的贪官都喜欢茅台 比如甘肃省的原省委书记王山运 他就酷爱喝酒 而且只喝茅台 南京市的原市委书记杨卫泽 他不仅喜欢喝茅台 而且还只喝茅台的年份酒 对茅台收藏最多的是 中共军队的原后勤部副部长古俊山 他在落马之后 在他的荷兰浦阳老家 被超出了1800多箱茅台年份酒 2018年的3月 习近平在北京招待朝鲜的金山胖 他用的就是两瓶矮嘴茅台 这种茅台是上个世纪60年代生产的血酒之一 市面上很罕见 是中共高层的特工酒 它在网上的售价高达128万人民币一瓶 可以说到了今天 中共的权贵们喝茅台 已经不是喝酒了 而是展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当然 他们永远也不会提这个品牌背后铺垫的 无数贵州人的尸骨 可以说茅台成为国酒的每一步 都带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虽然我是一个贵州人 但是最后我还是想给大家说一句 劝君莫喝血涉酒 滴滴皆是 冤魂泪 感谢你收看今天的二月故事 咱们下期见